中俄區自強里舉行第二屆里長補選 投票時間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 在自強股小內一共有3個投票所進行 下午4點投票結束後便開始開票 許多里民都相當關心 無論在教室內或是走廊 大家都隨時關注票數的更新狀況 最後1號莊麗英獲得97票 2號張惠生獲得712票 3號王農峰獲得848票 由王農峰當選自強里里長 日後會努力實現對里民的承諾 也要感謝團隊的努力 擔任長達25年的領長 王農峰表示 接下來也要持續為里民做全新的服務 中家新聞朱鳳志中和報導